迷你世界生存冒险地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使的翅膀 当我们使用传送卷轴时 我们就可以回到天使的翅膀所在位置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这个天使的翅膀它就是我们的家 错 其实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家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传送卷轴非常地珍贵 如果你使用过请点一个赞 我和学姐研究发现 传送卷轴可以帮助我们脱困 因为在夜晚到来之时 有非常多的野人想要打我们 如果我们不慎被野人所追上 他们就会围欧我们 在评论区中扣出8546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这群野人如此地恨我们 小伙伴们你们看 此时我已经被野人打得嗝屁 并且上方提示 我与野人战斗中不慎失手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传送卷轴的话 就会直接脱困 并且回到翅膀的所在位置 这个传送卷轴非常厉害 就算我们掉用虚空 他也可以把我们救回来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里就是我的家 是不是非常的美丽 但是此时我使用了传送卷轴 我并没有回家 而我的家就在正前方 这里并没有家 所以使用传送卷轴 并不能回到我们的家 而那个翅膀也不是我们的家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